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从小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 稀里糊涂的吃着百家饭长大 失忆特别想有个自己的家 不过她心里也明白 就自己普通的相貌 还有这贫寒的家境 想让姑娘瞧钟 实在是难啊 不好意思托邻居大神们给自己介绍 又耐不住心头的渴望 饿了几顿饭省下点钱 买了香烛贡品 打算去庙里祭拜 白天她很盲目 等卖完柴做完所有手头上的事 日头都快西沉了 匆匆忙忙拿了香烛贡品 就往庙里赶去 一路上想着 在佛前多拜拜 指不定 菩萨一高兴 就会为她指定一段好姻缘 越想越美气 不由的哼起了小曲 平常瞧习惯了的田地 现在也变得格外的顺眼 妙在半山腰处 完全靠脚力走 没有小半个时辰走不到 还好 紧赶慢赶的 终于在天完全黑下来前赶到了 只不过 庙门已经关上 石牛有些泄气 不甘心 走到进前 举手想叩门 却发现门好像是虚掩着的 轻轻推了推 结果还真的开了 石牛很高兴 大步迈了进去 庙里没有人 很安静 佛前有香烛在静静的燃烧着 这各庙是由孔庙柱筹宽所建 不算大 平常仅是他一个人搭理 一年前 庙柱换了他亲侄子 据小孔庙柱说 叔叔年纪大了 身子骨不利索 故而回了老家养老 这会儿 没见到小孔庙柱的人 想必是在后院忙 石牛把带的供品摆上 又把香烛点上 虔诚地跪拜起来 庙里的基尊佛像都拜过一遍后 准备和小孔庙柱 大声招呼就回家 走到后院 发现默认 空气里有血腥味 很难闻 正觉得奇怪见 不知哪儿飘来一阵风 带来浓浓的桂花香味 可这个季节 并不是桂花开放的时候 石牛心头的疑惑越来越浓 这时隐隐听见有人说话 脚步声很急 像是在往这边走来 石牛觉得不对劲 心里一动 余光披荐院子边上有口大水缸 连忙躲了进去 丹一味里头有水 结果却是空的 来不及多想 伸手把盖子盖上 丹幕完全合拢 留了一条细缝出来 说话声越来越近 听着脚步声 石牛便出有好几个人 把香料撒匀些 别让人闻出味儿 这声音 石牛熟悉 是小孔庙柱的 一道粗粗的嗓音 孔老大 是不是有人来过了 我们走之前 乡主好像不是这样的 小孔庙 住语气里有疑惑 是吗 我记不得了 郑老三 你有没有瞧见人 那个叫郑老三答道 除了我们三个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接着 嘲讽道 大老张 杀人时没见你胆小 现在怎怕成这样 大老张恼怒了 瞎扯个啥 我抹人脖子像切西瓜一样利落 啥是手软了 小孔庙驻大圆城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 把这里收拾干净 咱们把那些金银戏软分一下 郑老三 嘻嘻笑道 还是孔老大聪明 把那个老儿杀了 给我们找了这摩一个好地方 这谁会想到过路的商人 全成了我们的刀下鬼 小孔庙驻得意的说道 谁让那个老儿不失抬局 挡着我们发财的路 石牛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原来他根本不是老庙驻的侄子 老庙驻也不是回家乡 而是被他杀害了 石牛身上冷汗淋漓 凭着呼吸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就这魔墙忍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听到磨动静了 石牛悄悄的把钢盖推开 探了半个头出去看 屋里的灯已经熄了 门是关着的 有呼噜声瓷其鼻肤 再等了一会儿 确定了三个贼已经熟睡了 石牛才捏手捏脚的从缸内爬出 悄悄走到前院 打开门栓 走了出去 出去后 还不忘把门给掩上 他感到自己的腿是软的 撑着往前走了一小段 终忍不住心头的恐惧 奔跑起来 心里急 腿脚又不利索 没过多久就摔倒了 往山脚下滚去 荒稳之中 用脚勾住一棵树 稳住了身子 起身时 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一个软软的东西 就这昏暗的月光 定睛一看 是个包裹 就在这时 包裹里发出一声婴儿的哭喊 石牛下的魂飞魄散 想立即离开 但身子发软 起不来 他定了定神 抖抖锁锁地 从怀里摸出个火折子 点亮 伸出手颤颤的打开包裹的一头 天哪 真的是个婴儿 奄奄一息的样子 石牛把火折子吸了 用手撑着地爬了起来 他想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婴儿又哭了一声 这一声 把石牛的心给揪住了 孩子就这磨被扔在山上 肯定是要活不长了 这可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 于心不忍 最终还是把婴儿抱了起来 带下山去 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敲响了李正家的大门 深更半夜的 敲门声闲的太突兀 把左邻右舍都吵醒了 李正听完石牛说的事情 吓了一跳 到邻居那里借了晾罗车 带着石牛就往衙门里赶 婴儿暂时放在李正家里 犹太儿媳妇熬点米汤鲜味着 衙门里是陈捕头当职 他听了这事也是心里一惊 近大半年来 确实是有外地的人来 衙门反应 说自己家亲人经过西板乡地界 就下落不明了 失踪者大多数未经商者 陈捕头带人查了许久 都找不到原因 并且这磨酒以来 从没有哪个乡名上爆发现过死尸 今晚跟石牛听来的花折磨一队 估计那些人应该是在庙里遇害 尸首全埋山里了 当即召集人手赶往庙里 三个恶徒还在熟睡 惊醒时卫视已晚 很快被束手就紧 带到公堂 经过一番严厉审讯 大老张首先招供了 承认杀人越货的事 披过他们的指刃 在后山挖到多具尸首 有的已成白骨 其中就包括老庙住的 要去临阵 从山路走是最近的 山不高 没有虎豹 亦没有山匪 再加上半山腰 山洛还有一座庙 庙里的菩萨只会用民 不会害人 人们心里普遍会觉得比较安全 哪里会想到 对菩萨的敬畏之心 被恶人利用上 以至于害了轻轻性命 这魔多起恶性事件 发生在庙里 使得人们不再敢去那里祈福 庙就这魔被荒废了 当然 这是后话 说回到石牛 他祈福末其成 反倒捡了个气阴 乡里人都觉得好笑 有机位长辈劝他把孩子送人 养孩子费钱 你自己就只能勉强混个温饱 这再添一个 以后可怎么生活 再说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 身边多个捡来的孩子 更别想娶上媳妇了 石牛心里明白 人们说这话是一番好意 他笑道 我哪有做主送走他的权利 说不定 过段时间孩子的家人就会找来 自己从小就是个孤儿 太清楚其中的滋味了 万一遇上收养的人不好 那这个孩子就会活得很痛苦 再者 他确实心里抱有希望 孩子的亲人应该会来找寻他 打定了主意 石牛每天亲力亲为照顾这个妻婴 出外做事 不放心他一人在家里 就背着他一起出去 别人家一日吃三顿饭 石牛支持二度 而且是西周 留下钱来养这个婴儿 邻居有机位善心的大婶看不过眼 会大把手 帮一帮石牛 石牛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如今这个小婴儿也与他一样 就这磨过了一年半 在石牛的精心呵护下 孩子长得很不错 石牛心里高兴 为他娶了个名叫陈天生 为何会跟着自己姓陈 这里面有石牛自己的想法 原以为孩子的家人会很快找来 哪知过了这么久 一点动静都没有 石牛琢磨着 他的父母有可能是庙里的受害者 但也有可能根本就是路过此地 故意将孩子遗弃的 既然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 那不就是天生的吗 如先前的长辈所言 石牛本身就穷 如今再带上个孩子 确实更没姑娘会看得上他了 不过 石牛想开了 也认命了 本来是去求姻缘的 结果菩萨却赐了个孩子给自己 那就说明自己这辈子注定打单身 好在天生陪伴在自己身旁 倒是不会再感到孤单了 一晃又是三年多过去 天生越发的长得聪明伶俐 人见人爱 石牛却犯了难 虽说不知天生实际的岁数 但算一算 怎么住也快到五岁了 他比同名的孩子要聪慧许多 有时没地方啊 偷偷跑到学堂那边去 在窗外听夫子讲课 识得了许多的字 学堂里的曾夫子也说 天生非常聪明 是难得一线的读书天才 石牛交不起树修的钱 但他又很希望天生能进学堂里念书 一个家里没田没地的乔夫 还想供孩子读书 那简直是异想天开 天生很懂事 他跟石牛说 爹用不着费那个钱 我站在窗户外听听就明白了 孩子的话让石牛听了心酸 又想不出如何挣钱的法子 所以他一天到晚都苦恼得很 天生倒是成天嬉笑着 去学堂窗外听课 夫子不敢他走 他就一直站在那儿听 回来后 就把识得的字交给同样读不起书的孩子 左邻右舍没有哪个不夸他的 在卖柴火的地方 有个摆摊写字的书生 姓鱼 他献了天生也喜爱得紧 就是觉得跟在石牛身边太可惜了 有天得知有户人家想收养个男孩 他便去探听了个究竟 回来想起说鱼石牛听 这户人家姓正 年纪有四十多岁 家中田地 房产颇多 很是富裕 与妻子生养了三个女儿 大女儿嫁得很远 二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 家中还有个小女带子归忠 年方几何不知 正元外年纪大了 不怨大妾 只想过几个无父无母的男孩 延续香火 天生跟着你 虽然有饭吃 却没有疏毒 长大以后 不是像你这样去砍柴 就是像我这样 摆个摊替人写字混个温饱 太浪费他的天资了 正元外家富裕 把天生拿给他养 条件先谈好 一定要供孩子读书 这魔作天生才会大有前途 石牛心里很舍不得 但也明白 这的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邻居知道这件事 以前劝他把孩子送人的鸡尾长辈 都过来说他 你把天生养的这魔好 现在送人 岂不是太可惜了 我们乡里这魔多人没有读书 大家不也一样长大 挣钱养家糊口吗 天生也不同意离开 他说 爹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不想去别人家里 石牛左思又想 觉得还是不能耽误孩子 他跟天生说 尔啊 我不知你亲生父母是谁 但你这魔聪明 想必你父亲不会差 若你不读书 像我这般无用 日后我若是有机会见到你亲爹 恐怕是无言以对 天生哭着求他 爹 我不想离开你 求求您让我留下来 石牛心里难受 抹着眼泪 狠下心没有答应他 拜托于先生请了各种坚韧 执意把天生送去了正圆外家 正圆外夫 附件天生长得好 又很是聪明伶俐 都喜欢的不行 拿出二十两银子给石牛 作为过季孩子的费用 石牛摇了摇头 不肯接 我不是卖孩子 只是想他可以读到书 日后有个好前途 正圆外知他的心意 当场陨落 并不恢复的嘱托啊 告别的时候 不管天生哭的如何撕心裂肺 石牛就是不肯挥一下头 正圆外夫附件石牛这番做派 就知他真的是为了天生好 夫妇俩都是好心肠的人 对待天生很和善 正圆外私处寻访 为他请了一个很有学识的教书先生 生活起居 则由正圆外的妻子共是亲自照料 只是以前乖巧的天生变得非常的顽劣 不肯认真学习 先生在这儿待了半个月 便不愿再教下去 夫妇俩觉得孩子出来会认生 不好说他什么 就这么由着他性子 另外又请了个先生过来 但过去半个月 这位先生又提出此功 再请一位 还是如此 正圆外的耐心被消磨得差不多了 把天生叫到面前 很是严厉的训斥了他一通 天生不吭声 但转个身 依然故我 没有一点向上进去的心思 正圆外很恼火 想用棍棒教训他 被拱式制止 但是 别家孩子七岁起蒙路学堂 天生年纪还小 到那时再学也不迟 正圆外甩了甩手 慈母多败耳 本还欲说些什么 想想闭上嘴 愤怒的出门了 那么 天生为何好端端的 会变得如此顽劣呢 这里面有个缘由 正加入赘的二女婿叫朱诚心 对于岳父过几个儿子 一直是心存不满 本来按他心理的打算 以后二老过世 家财就会属于他们夫妇两个 现在多了一个儿子出来 那岂不是要夺取一半 甚至更多 他跟妻子红娇商量 看天生如今这模样 定是待不亲的 而岳父岳母又宠他宠得紧 这以后长大了 学得好吃懒做 胡作非为 还有我二人的立身之地吗 红娇和他想的一样 谁愿以即将到手的家财 被人硬生生地夺走 爹娘也是老糊涂了 给他好吃好喝的时候 又费钱请先生来家中 还真当亲而养 朱诚心笑道 多亏你实际 让那几个先生主动提出此功 红娇得意的一笑 天生年纪小 好对付 早点把他赶出门 你我以后才有好日子过 是 还是娘子有高招 朱诚心恭维着妻子 两人在正家二老面前 对待天生很不错 背后 却另是一套 所以 并不是天生真的顽劣 实在是有人在从中作梗 天生虽然聪明 但毕竟年纪小 能感觉得到 这家中有人排斥他 但是说不出来 一日 他在后院围墙边的树下玩耍 用枯枝边在地上画柱 嘴里边念念的刀着 郑家三女儿玉兰正好出来 他准备剪辑之花叉在花瓶中 听着天生说出来的花耳熟 便悄悄地走上前再细听 才指他在背诵千字文 这个年纪背诵此书 是非常不错了 千字文为四字句 他每念完四个字便在地上写出来 然后用泥土把字眼埋掉 接着念下一句 再在泥地上写出相对应的字 玉兰站在旁边看了许久 非常的惊讶 他知道天生没有写错一个字 这样聪颖的孩子 怎么可能顽劣不堪 弃走教书先生呢 私存片刻 他又悄悄地退了回去 饭后 他找到郑元外 父亲 弟弟年纪小 与先生不亲近 还是让女儿来教吧 整家三个女儿 树玉兰最为出挑 子又喜爱读书 文采斐然 只是恨的不是男儿身 无法在外面考公民 这是郑元外最为遗憾的一件事 平常这个女儿只在房中看书绣花 对家中是物并不理会 如今现得主动提及教授弟弟 郑元外还是感到很满意的 立即答应下来 就着魔主 天生便跟着玉兰学习了 玉兰性自温柔 教学耐心 且写着一笔好字 天生喜欢和他待在一起 学业飞速提升 郑元外瞧在眼里 心中甚是欣喜 天生过季到郑家 还未上族谱 他打算选个黄岛吉日 找足长举办个仪式 把天生的名字正式寄到谱上去 这下把二女儿的两夫妇急坏了 朱诚心怂恿红娇 你得赶紧想个法子 否则 这个不知何人家的小杂种 就要在郑家落地生根了 若事情真正磨成了 我两个的儿子以后就要吃苦了 他俩的儿子如今四岁 并不是个聪明讨喜的孩子 这让朱诚心怎么不着急呢 红娇心里十分忌惮 比自己小几岁的妹妹 她在玉兰手中从来没有占到过便宜 她心里很明白 如果以后天生在家里站稳了脚跟 她又和玉兰连成一条战线 那么 自己就更别想得到多少家财了 她决定先下守卫墙 把天生除去而后快 郑家后院外面有个和堂 正值荷花盛开的季节 趁着郑园外去外地做生意 红娇把天生骗了出去 天生被漂亮的荷花吸引的目不转睛 趁她不备 红娇将她推下和堂 然后自己很快就跑后院去 并眼上了门 天生心里惊恐 在水里拼命地挣扎着 大喊着救命 就在她往下沉去 水快要淹到她鼻口时 有人飞快地跑来 跳下水把她托举出来 是尘石牛 她不放心天生 卖柴火时 会在郑家宅子周围转悠 以图远远地看一眼天生 没想到这次竟然救了她的命 天生是得救了 但石牛被淤移糊了口鼻 被人打捞上来时就没了气息 天生伤心地大哭 要去陈家给自己的爹首铃 孩子是一片孝心 这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拱式没有理由拒绝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棺材中躺了一日的 陈石牛竟然在天生的哭声中 悠悠地行转 她说自己只是一时闭了气 缓过来就默示了 但其实她没有讲真话 石牛知道自己应该是死了的 因为醒来之前有一个记忆 有对年轻夫妻口中说出感谢的话 对她拜了又拜 她觉得奇怪 想伸手去扶 然后就醒了 陈石牛醒来后 天生就不肯再回正家了 石牛也不叫她走 而是让人带话给正家 说经过折磨一趟 自己反悔了 还是想要让天生为自己养老送终 当初石牛没有要正家的钱 不存在买卖关系 虽然签了文书 但文书上有一条 是于书生特意加上去的 那就是正家一定要善待天生 如若做不到 陈石牛可以把孩子领回家 现在天生差点在正家丢了一条命 石牛怎么不可以把孩子领回来呢? 拱石无奈 自己家是不占理 只能等丈夫回来再处理这事 天气热了 石牛把家里的棉被 棉衣等物拿出来晾晒 其中包括天生婴儿石 包裹她的墙宝 墙宝的外面石油一件就衣裳改制 那上面绣花的针脚有些拙裂 可能因为这一点 才被衣裳的主人改成了婴儿的小被子 天生离开正家将近一个月了 玉兰很想念她 便带了贴身使臂到陈家来看望 在大门口陷到这个墙宝 玉兰非常的意外 她用手摸索了许久 问石牛这墙宝从何而来? 石牛见到她的样子 心里猜测着正家的三小姐 可能知道墙宝的来历 有些犹豫要不要告诉她 脑子里天人交战了一会儿 还是把天生的身事说了出来 玉兰听完 晃了心神 走路都不稳了 强行稳住身心 把带来的礼物交给天生 急匆匆的让屎臂扶着她回去了 晃晃呼呼的回到家 玉兰就一直待在屋子里 连饭都没有吃 拱师心疼女儿 问她 你这是怎么了? 陈家的人欺负了你 玉兰的眼睛润湿 问道 娘 大姐离开家七年了 难道你一点都不想她吗? 郑家大女儿金凤 喜欢上了一个穷苦书生 但被郑元外粗暴的强行阻挠 后来 金凤竟然偷偷的离家出走 跟书生私奔了 郑元外非常生气 不让家人谈论这件事情 就当这个女儿死了 拱师用帕子湿了湿眼角 叹了口气 你们三个中 我最宠爱的就是她 怎么可能不想? 金凤的性子倔 想必在外面吃了苦头 也不肯回来说 突然 玉兰哭了起来 娘 大姐可能故去了 拱师大惊 你是如何晓得的? 玉兰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陈氏牛家门口晒着的 墙宝上面的绣花 时是由她所绣 当年她初学女工 绣衣不好 但仍是做了一件衣裳送给金凤 金凤离家时带走了她 许是家里贫困捉襟见肘 就把衣裳改成了墙宝 接着 玉兰又把天生的绅士告诉共事 最后她说 我最初见到天生 就觉得眉眼很熟悉 十有八九 她就是大姐的儿子 拱师相信玉兰说的是真的 自己最初见到天生 也觉得眉眼熟悉 有众似曾相识感 所以才很喜欢她 心头伤心起来 抱着玉兰嚎啕大哭 过了一日 郑元外回了家 龚师要她去把金凤的事情查清楚 郑元外不肯 龚师便整日里哭哭闹闹 郑元外被吵得没有办法 派人去书生家里打探消息 其实这磨多年 她心里也想这个大女儿了 半个月后 打听的人回来 向郑元外禀报 金凤在生孩子时 男产死了 她的夫婿抱着孩子 准备到郑家报信 但出去后再没有回来 至今下落不明 因为她家里没尸磨亲近的书白兄弟 果无人去寻找 郑元外听完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半上说不出话 她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从小宠到大的女儿 在离家不久后就死了 坐了有半个多时辰 她才起身 去屋里把事情告知龚师 龚师自然又是伤心的一阵大哭 把玉兰的猜测告诉她 让她去陈家把天生领回来 金凤如今没了 我们不能让她唯一的骨血也流落在外 陈天生是金凤的儿子 也就是自己的亲外孙 这份惊喜冲淡了悲伤 让郑元外心里好受了些 盘立即去陈氏牛家 把事情和盘托出 要将天生任回去 没有想到的是 石牛拒绝了 郑元外再三表示自己的诚意 如若天生再在我家发生意外 你可以去衙门里告我 石牛没有吭声 半赏才说出自己心中的顾虑 那日 我是亲眼所现 一个穿黄色衣衫的女人 把天生推到河塘中 如果当时我不在 那天生真的就要死了 天生回来后 我问她是谁领着去河塘的 她说是郑家的二小姐洪娇 郑元外很震惊 自己的二女儿居然是害天生的罪魁祸首 红娇竟然会对一个幼小的孩子下手 真是太凶残了 这事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她怒气冲冲的走了 郑家这边 红娇得知天生居然是自己大姐的骨肉 她觉得非常的羞愧 像当年金凤在家时 待她是不薄的 觉得以后没脸再面对家人 红娇悬了根绳子 在房里上吊自尽了 朱成心被郑元外赶出门外 不许再登门 天生终于又重新回到了郑家 跟着玉兰念书 一日 石牛拎了两条鱼去看望她 即将回去时 玉兰挡住了路 问她可愿意娶自己 石牛张口结舌 刚想说自己不配 天生就拉着她的手 不停地晃动 爹 赶紧答应下来 您和小姨最般配了 郑元外没有反对这门亲事 家中女儿只剩这一个了 她想嫁谁 就由着她 再者 石牛为人善良 对于她的人品 郑元外也是见识过的 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玉兰和石牛成亲半年后 才跟她说 天生回到郑家后 她做了个梦 梦到了大姐金凤 她拜托自己照顾好天生 并且说 石牛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事实上 金凤确实没有说错 石牛起先跟着郑元外学做生意 后来郑元外年纪大了 石牛就独自撑起了这个家 她把郑元外夫妇当作亲生父母对待 极其孝顺 对待红椒和朱成亲的儿子也很好 不济浅浅 和天生一样同等对待 天生很争气 一路高登高升 捷报频传至家中 她成亲后 共生了四子 梁子姓陈 梁子姓郑 像她父亲臣石牛一样 以爱心家 以德至家 几个孩子之间 相交甚好 家风正 则后代正 臣 郑两家子孙 人丁兴旺 每一代都有未分显赫之人 非富即贵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木匠借钱 财主借机欺负他妻子 木匠师巧继承治了财主 故事发生在明朝初期 北方小镇之中 有住一位年轻的木匠 这木匠也是命苦之人 今年刚刚二十五岁而已 长青两年了 父母相继离世 对于这个岁数的木匠来说 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创伤 还没有尽孝 父母就故去了 但是伤心的事情 可不会看你可怜就不降临 父母故去之后 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 倒是冲淡了家中的悲伤气氛 有了孩子之后 木匠脸上重新有了笑容 为了孩子开始努力赚钱 不过生活便是如此 当你认为好转的时候 没准就是灾难的开始 两岁的孩子竟然病了 木匠找了现成最好的大夫 症状倒是找到了 不过需要大笔的银子才能治好 看住危在旦夕的儿子 木匠心急如火 家中所有的钱财都集中到了一起 也还插住数十两银子 要知道 在小镇上 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 这几十两银子 即使对于一般的富人 也是个不小的负担 找亲戚朋友 借便了 也没借到钱 因为大家都是穷人 虎口都是问题 哪里有多余的钱借给他呀 但是病情不等人 于是木匠带住妻子 抱住儿子 去了小镇唯一的土财主家 准备借钱 因为外面都传此人乃是一位善人 平时失周 羞巧不露 名声倒是不错 所以木匠只能将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了此人的身上 土财主今年五十多岁了 看主倒是面善 因为平时没有打过教导 所以木匠直接跪了下来 说道 李老爷 此次过来 我是求您来了 还望您看在乡林的份上 救救我孩子吧 妻子抱住孩子 也是跪在了当前 眼泪滚滚而落 这就是父母 为了孩子 什么都不顾了 大厅之后 只有财主和木匠一家 这财主胖脸上 有助一丝微笑 眼睛却是盯在了木匠妻子的身上 这木匠妻子 家境其实还是不错的 父亲原本是县衙的一名小吏 只是犯了错 被逐了出来 所以也实文断字 而且长相清秀 虽说不是多漂亮 但是比之一般的村妇 可是想了不值一筹 财主摸住下巴的胡须 似乎是在沉吟 但是 此人竟是站了起来 走到了近前 说道 哎呀 都是香林 借钱倒是好说 不知道你想借多少啊 木匠贵主说道 最好是借三十两文银 财主听道 稍微愣了下 说道 三十两啊 倒是一笔大钱 不过对我来说 倒是小意思 不过要想借钱吗 说到这里 这财主竟是站在了木匠妻子身前 探手握住了木匠妻子的小手 这可是把木匠妻子吓坏了 直接惊呼出声 木匠剑子 直接愣住了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随即 一股怒火生腾 就要跳起来动手 不过妻子的反应更快 竟是对住财主的手臂咬了下去 不过这财主倒是反应迅速 立刻抽手 告退了一步 神色不善 叮嘱两人 冷哼了一声 重新坐了回去 木匠压制住怒火 叮嘱财主 妻子眼中有泪 就在这时 两岁的孩子 却是痛得哼哼的几声 立刻打破了僵硬的局面 财主见此 冷笑道 真是不识好歹 钱你们还借吗 木匠听罢 心中有著无尽的火焰 但是看着孩子疼痛的脸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说道 还望李老爷发发善心 借我三十两银子 财主听罢 冷笑道 钱可以借你 但是立钱可是不能少 算你一年 之后还我一百两文银 如何 木匠听到这里 鼻息变得重了起来 但是还是克制了自己 毕竟此刻不是为了自己 最终点了点头 签了字句 拿了三十两银子 夫妻二人抱住孩子 走出了财主家 彼此对视了一眼 妻子泪珠不断滚落 木匠叹了口气 说道 先救孩子的命再说 找到了郎中 花费了数月的时间 孩子竟是真的好了 两口子高兴坏了 一家三口 终于都露出了笑脸 但是随即而来的 便是恐怖的债务问题 还有多半年的时间 就得还一百两银子 这可不是说住完的 木匠的家产 全部加起来也不够 若是真的还不了 恐怕结果不会太好 这木匠妻子整天忧心忡忡 不过木匠却是丝毫没有在意 妻子献死 尝试住询问 但是木匠每次都是不言 很快就到了期限 财主令人来寻木匠 说是叫他还钱 木匠倒是好说话 对着管师说道 叫你家老爷放心 明日我便去还钱 妻子奇怪 问道 你哪有钱还啊 木匠只是笑了笑 指了指之前打造出来的一个木匠 说道 就是此物了 此日 木匠提出木匠到了财主府上 财主献了他 问道 七献一道 该还钱了吧 木匠文言 将木匠地上 说道 百两文银 都在此物之中 还请财主笑呢 财主见此 带主疑火 接过了木匠 只见着木匠 雕刻精美 手艺精湛到了令人叹服的程度 上面的花纹复杂 绝对是一件宝物 这财主是有钱人 据说还是一位严厉非凡的高手 曾经做过当铺的掌柜 所以对于各种奇珍异宝 倒是有助不凡的品鉴能力 所以 在看到这木匠的一刻 此人的眼睛都直了 干脆将那百两文银的事情忘了 木匠看住此人入神的状态 冷笑了一下 说道 还请将我的借条还我 财主似乎是失了婚 眼睛不错神叮嘱木匠 立刻吩咐了官司 将借条取来 木匠拿到手指中 收了起来 随后转身就走 妻子献到木匠回来 好奇道 事情解决了吗? 木匠将借条取了出来 说道 看看这是什么 看到之后 妻子愣住了 不解道 此人怎么这么好说话 这就给你了 木匠冷笑道 此人贪财 哪里是个好人啊 一晃十天过去了 财主家里却是出了问题 这财主每日叮嘱木匠 似乎是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之中 每日就是盯住木匠看 研究住什么 十天的时间 财主行销鼓励 看主离死都不远了 还是儿子看到事情不妙 打算劝解 不过这财主根本不听 整天就是对住木匠发呆 又是积天之后 财主竟然卧床不起了 眼神黯淡 呼吸微弱 明显是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 郎中也请了不少人 顶多是开了些保养的房子 都说墨病 好似是中邪了一半 还是管事提醒了财主的儿子 说这木匠乃是木匠所送 财主的儿子还算孝顺 竟是亲自到了木匠家里 哀求木匠出手 这木匠倒是没有推辞 竟直来到了财主家中 再看到木匠的一刻 本是气息微弱的财主 似乎是回光返照一般 竟是从床上下来了 哀求道 你肯定能够打开这个木匠吧 快打开吧 老朽受不了了 木匠冷笑道 当初你因为我借钱 调戏我妻子 你可知罪 财主听罢 却是不言语了 木匠说道 给我跪下 我救你一命 就当是喊你借钱之恩了 财主闻听 挣扎了许久 还是儿子听出了事情的原委 无奈之下 首先给木匠跪了下来 财主见死 叹了口气 说道 都是我色欲熏心 才会酿下大祸 还请你原谅 说完也跪了下来 木匠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在两人的注视下 双手如飞 扣动住机关 很快将木匠打开了 结果打开之后 里面却是空空如也 木匠说道 此物就当做是喊你的钱了 咱们两不向欠了 财主抱住木匠 却是如获至宝 小编有言 故事就到这里了 首先 木匠借钱的时候 财主急急刁难 而且欲要轻薄木匠妻子 有错在先 木匠夫妻 为了孩子 无奈隐忍 这是父母之爱 建木地无法达成 在借钱条件上施加了过分的条件 木匠随后利用木匠害了财主一把 也算是一报还一报 彼此抵消了 但是 财主毕竟借钱给了木匠 替他解决了问题 所以 木匠没有作绝 而是救了财主 所以这木匠也是有恩保恩 有仇报仇 没有什么过分之处了 做人便是如此 有恩必报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